梁耀如果是澎湖选拽真让我意外 他对澎湖渔民的生活跟讯息显然是不了解 5月1号澎湖当地的媒体 金门当地的媒体都有报道 就算不报道渔民也知道 今年是2024年 1995年的中国大陆呢 开开始保护海洋资源 它的范围越来越大 时间的越来越长 基本上面现在只要太平岛以北的水域 太平岛大概在北纬10度左右 它画在北纬12度以北 包括南海 然后呢 然后呢台湾海峡 东海黄海通通都在里面 我觉得台湾 第一个台湾的渔民啊 今天如果在台海周围水域 还能够补得到鱼 你真的要感谢大陆 不管你心里面是怎么想 民进党是怎么给你洗脑的 渔民总是呢 见过一些市面 30年前当我在跑渔月新闻的时候 台湾海峡已经是捞不到东西 但是30年的时间 因为护云的成功 才会今天大家呢 还会有海洋娱乐的休闲活动 你到澎湖吃海胆 钓小馆吃小馆 那个很普遍 他为什么在最热的天气的时候护鱼 护鱼并不是指禁止其他的渔船 到他的管辖水域里面来 他有12万条的渔船 通通都一样 12万条渔船 他对他自己的渔船 如果说比较松 对台湾或其他的渔船很严格 那你可以骂他 很抱歉 他对他自己的渔船的管理 基本上面呢 比对于台湾的渔船更严格 我觉得台湾不管是渔船也好 或者政府 或者渔政单位也好 真的是得了便宜还卖乖 在过去 如果没有抓你 是因为考量到两岸 不想每件事 因为两岸任何的事情 诈骗案 台湾也觉得送到大陆 是不对的 诈骗案你要送回来 今天呢 台湾的水果 有病虫害出口到大陆 他暂时把你禁了 你也叫叫叫说 没关系 我们出口到别的地方 我们有自由凤梨 那这种的渔船的事情呢 也是一样 基本上面 大家看到这些的渔船在捕鱼 你会冲到那个地方 你看大晶满88 你有没有看到他的航基图 大晶满一出港了之后 想都没有想 直直的一条线呢 就刹过去了 你看看过去呢 曾经呢 被查扣的17条 就大陆蓝领检之后呢 曾经呢 曾经呢 查的这17条船里面 其中有两条是被查两次 你就知道其实 习惯到那地方去作业的 就到那个地方呢 去作业 小管这种东西 其实因为它很容易长 就是一年左右就可以长得 长得非常大 大概就变成是 就已经变中卷了 就一小小管 一年呢 大概就变中卷 大概一年都 就很大 它大概30公分啊 它大概就可以长到30公分左右 所以呢 小卷这种东西 其实在那个地方 只要你富裕的好 其实基本上 它不会太是问题 可是你看台湾的渔民 可恶的不只是你到那个地方补 而你的网目是不合格的 你的网目不只呢 你捞小管可能很方便 可是你知道这个季节里面 同时也是台湾海峡的 那附近的青鱼啊 鲜鱼啊 这些的鱼类 它正在富裕 正在变得肥美的 关键的是时刻 所以它对它自己的渔民的限制 非常非常多 台湾的渔民 我们不觉得台湾人很善良 台湾人很棒 不 台湾渔民在过去 恶名糟糟糟糟 国泡渔业新闻很久 台湾有多少渔船过去 甚至广大新号 广大新号菲律宾 当然做得很过分 可是过去渔民被菲律宾扣的 被印尼扣的 更多被日本扣的 你有讲话吗 请问你 当日本扣我们的渔船的时候呢 联合号被追的那个样子的时候 甚至于沉调的时候 台湾是怎么讲的 今天不要牵测到大陆的时候呢 用政治上纲上礼 这种的事情 其实最简单 既然你都已经讲了 两岸的是互不隶属 你跑过去了之后呢 就让船东自己去处理就好了 这种事情 如果你认为你越借了 你过去了之后呢 你做了当地法律不许 他的渔业法是很严格的 你把他的渔业法看一看 他的渔业法如果严格执法 他自己的渔民都很怕 你想想看 这样的一个体量的国家 他十几万条的渔船 每年有三个月的时间 乖乖在港口里面 这种的管理 台湾办得到吗 但是因为他办到了 结果他自己的渔船不能出来 结果我们的渔船去捞 你认为他看得过去吗 这么小的网目 那是节责而鱼啊 最后其实关键只有一个 台湾的说 因为你越借了 我就这句话 那真的是拓命 自甘自欺欺人 没有借 他今天抓你 不是因为你越借 是你违法补捞 今天呢 他的海警在执法的时候 不是借的观念 台湾海峡都他管的 所以今天你不要以为说 因为我进了十二海里 所以被抓了 我以后在十二海里 外面就没有事 不会啊 十二海里外面 如果你符合 他的所谓的福气 禁于的规定的时候 我认为他照样抓 下次如果在十二海里之外 逮你的时候 你就知道他到底要表达什么 至于我们的政府 我们的政治人物说 啊这个是呢 金门渔船事件的 也延续如何如何 不过我认为那一点关系都没有 福气护鱼的时候 他就是这样子做 以后渔民啊 眼睛睁亮一点 同时对于你今天还有鱼捕 想想看大陆怎么做